中央电视台 伙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关注 我们为您转播的本赛季 CB总决赛的第五场生死战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双方一上来这一截 两边的节奏都非常快 打的是错进错出 马布里抢断 广东东莞银行的退房也是非常快 下半场双方都是双卖员 马布里抢弓 脚步 广东队场上队员布鲁克斯 新戈尔顿 朱光与周鹏和董汉林 北京队篮下防守犯规 第一节北京队是输了11分 第二节他们赢了16分 高潮 对 那么这个来讲 对于广东队来讲呢 他的这个起伏太大 那么说第一组的选手和换上了的这些板凳选手 是这个起伏 所以就是说在攻守两端 板凳这一组上来的时候 都应该有更明确的步骤 刚才中场的时候 李春江之导过来跟您有亲切的手势和语言的交流 他也对您的一些指示表示 就是包括一些建议表示同意 您刚才跟他说什么了 这手势 没有 我就说他们这个起伏就是 起伏太大了 对 起伏太大了 对 他这个第二节这个阵容有点问题 是 是 这一球 篮下轻松的得分机会 没有抓住 今天北京队打到现在犯规最多的是马布里 这是前面四场比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对 应该说前面四场就是 北京队他一直是陷入在这个方法 这个犯规的困扰当中 那这一场来讲 我觉得做得是非常好 他的体育内线大个都是两次 对 朱远希一次 莫里斯两次 马布里倒成了犯规最多的球员 莫里斯 篮下一防一小布 确实有经验 是 不犯规 小布这个球 投的是 比较勉强 这个球 双方的争夺非常激烈 展小川已经是三线快攻了 像一把尖刀一样 全力加速起来 再看 我小布这一下直接给了一个聚灵神掌 直接打在头上了 我们首先要说小布可能也不是有恶意 但是他这一下确实是 打得挺狠的 裁判也推了一个就是技术犯规 广东队到现在就是累积两次技术犯规了 对 教练一次 然后查队员一次 再看 好 展小川 两次打球 这个球 确实犯规动作还是比较大的 对 展小川这个球调整得非常好 对 被打了一下以后 第一个球能够很好的调整好 拔净 还是两发一致 像这样 球反而没进 对 打到现在 广东东管银行队两个技术犯规了 第二阶那个技术犯规就是北京队启示的一个助推力 对 对 小布现在防马不离 切身死防 对 是紧紧贴住 反规了 对 这两对外员在 左侧局部二打二 而且在无球的时候抢的是非常的凶 对 再防莫里斯 两人夹击 小布今天在防马不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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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